有点果断艾希 两边都是双射手 而且这把TT 这是双射手的下路 双射手的下路 艾希辅助都还是很好理解的 对 这样双射手的下路 对于微博来说 这一二级对拼能力太强了 就点的你生活不能自理 是的 但还好对面有一个迷溜 这个英雄现在 在RUNK里面的上场率也挺高的 来了 有没有抓汗线 蓝色方主动换线 红色方还是正常对线 但其实我是感觉 这种就是在 可以抓一手 我感觉这种就是在博弈 博弈你要不要换 可能TT就说 你在第二次 各单位注意一下 艾希的魔法水晶剑 来了 这一剑直接对线 又要先杀了吗 打出了一个治疗 华丽也上去 打出了依泽瑞的闪现 现在魏就在侧面 等 再等 再等 兵线进塔 哲力也在侧面 哲力虽然来了 但身后跟着一个吸血鬼 要选择开谁呢 小白 兵线已经被清掉了 但是正面还是准备直接冲 硬杀 这个吃掉没有任何问题 TT整体的协同也做得很到位 这个时间点中路空手 电机又在爽吃 这不是TT 这是T1 对吧 我每波都是更主动的 而且每波线 他们都没有落下 强行的守住 看一下要去留维新 维新交了一个闪现 维新这波只能说 怪抽象的 TT现在会非常非常主动 不断的射箭找机会 来看一下打一波 直接过来打惊奇 惊奇开了一个大招 被雪池流到了 看你交响我直接溜 他站一下中 但周周在侧翼 有点糟重了 周周吃了 还吃了果子没死 胃再跟上一个大招 还吸了一个卢西安的大招 但997这里也是残血脱开了 两边都是在打极限 是 两边一个人都没有阵亡 但没有阵亡 对于TG来说是能推塔的呀 开大了 泽力这里大招的伤害 也只能倾下兵 要来尝试一下 真的得过来尝试一下 来 见机吃这个果子 现在雪亮还可以 奶酪是不是能被开的 赵兴被留了下来 赵兴也开了一个大招 反手过去做 做到一个位 但前方周进场 看他的一个AOE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二段大招爆了非常高的伤害 炸得有点吓人 这波的血量还能不能接 已经就到一泽兰的追击之势了 周周还想再来进吗 围形闪现进来被打了一套 但米利欧还在不断的给队伍加一点自己的奶量 正面来不了了 虽然说领先一个活着的打野 但是整体的血量可能三个人加起来 就没有对面一个人多 周周有闪 大龙的视野也稍微做一下 已经在动了 已经在动了 双射手打大龙 艾西特剑空了 侧面也看到了蜘蛊鬼的一个位置 隐形砸一下 维星来到了正面 要硬弱大龙了 看一下龙是谁的 照蜘蛊的龙 蜘蛊鬼进场 暴力波AOE 而且后续龙坑里面 战士的队能力太强了 打出了火野阵 尽管已经倒下了 泽力也加入技能往后撤 周周再拉扯一下 伊泽热跳脸 反动 泽力也有点 吸到了 哇 现在再卖一个米牛 又说一个双杀 周周周周周周 还在追 还在追 在等自己下一套技能 EZ 又命中了自己的1技能 爆一个3技能 红路缩一口 配合精准弹幕 只剩花里一个人存活 而且还破了路高 是一个大龙 这个大龙拿的好像代价太大了 是的 代价太火爆非 你只能直接先探视野 看得还不错 波波刮的都很精准 而且上路是有超级兵的 剑机和青冈颖在互带 现在正面是一个短时间的4打4 剑机是能够做回门来的吗 他就回来了 直接开 开到一个残血 响秒米牛已经瞬间倒地了 再加上天霸红龙烈红 后排再收一支照剑 爱兵 血量很低 被跟上来的小白 直接贴脸住 也走不掉 侧面的黄花火也已经倒地 那这波团打完了之后 又是只剩一支卢西安 催枯拉朽一般的团战啊 15分40多秒的时间 应该是带着正面 状态还不错的五个人 直接要一波了 想要一波 剩下花里一个人 但他一个卢西安 没办法面对五个人啊 现在在面对对面的AOE 有精神 但没有用 还有两个小兵 还能够击杀掉卢西安 再来一波结束 恭喜TT 16分钟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真的好夸张 感觉 感觉TT现在对于前几分钟的这一套理解吧 有点断档的感觉 是的 关键你看他们换线 就觉得很丝滑 有些时候看其他队伍的话 他们 以互换后排为集 那这不是阿龙之前的 招牌英雄 尼拉 是的 尼拉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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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版本的削弱之后 就至少在排位里面 只有国服 就那种顶级绝货歌才完 果然上路 那这个整个上半区 没有什么坦度的情况之下 不能指望轮子妈输出 所以打起架来的时候 一定得是前期不断节奏的前提 才有机会赢下中期的团战 微博是有进攻压力 他把微博进攻压力 主要在中野上面 但中野进攻压力一段 很难指望 是瑞玛的这个大C 没错 好 前期第一波换血优势 可以 他打标核蟹来了 五级 尼拉少之核蟹没到五 直接大招起手过来留 留到了维星 维星是直接 所有技能全交 但是艾米萨利用自己的 一技能三技能的 带被动的小位移啊 是收掉了维星的 不是这波不是有眼的吗 这小张说他熟悉啊 这把将军的对线来说的话 微博革命做的都还是挺不错的 正面 大招起手 画虚弱 还能再来留下 就差一下 哎呦 将之在人群当中 直接是击杀掉了大头 而且远就有加量的一个大招 加量大招落地之后 还要再来招小白 小白是没有技能的 花里又是一个一技能 给收掉了尼拉 又想再来追陈希 这就是安贝萨 能走一换二 蓝色方微博革命继续转 安贝萨这个英雄 确实有点太厉害了 他太果断了 而且 又是大招起手 没闪的单杀了 没闪的直接单杀了 哎呦 这个英雄 有点没道理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我们看集锦的时候 就这种感觉 你不能 没等他的死武 血手这样的装备 要不然还是太碎了 又是大招起手 在眼下蹲到了一个维心 哎呦维心这个地方 再交闪现还是要死啊 碰谁杀谁 是的 已经是在草里蹲了 但问题是你没骚也 奶酪想过来找人 是直接流到了周周 而且嘲讽也嘲讽到了周周 小白直接卖掉了周周往后撤 和队友来到了下路的塔下 这把应该玩不了了感觉 这把对于TT来说 是有点难翻 有翻版点吗 现在差三千多的经济 经济倒是可以接受 被抓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给启动资金了 对的 直接是给了阿梅萨 前期第一波的成长 这是一波机会吗 直接过来找一个加里奥 所有人一拥而上 直接all in掉了奶酪的加里奥 让奶酪开不出这个闪现 找了不好机会 收了一个 给周周补补了一个 没有阿梅萨的位置 就还是有机会去打一打的 正面顶顶两个 反正开大 但加里奥要落下来了 反顶开到了 加里奥走不掉了 被收集掉了 这个乱局之中找到了 这两波好的机会 都给他们操作到了 但是现在技能已经放到七七八八 要小心一点 守住大龙的视野 反正方法已经开过了 中路继续给压力 把兵线推进去 但是 跳过来想来找一下晨曦 大龙就在起手 伤害够吗 交出了一个闪现 那将换尼拉进场 搭两个 那尼拉可能要被秒掉 要被操作到了 尼拉被秒 九九七三跳起来 运到了大头 大头也被倒也被击杀 后续 可乐斯还在做输出 这个终于塔没有被推掉 那现在卡莎是有机会 再进行收割的 再一下平A 哎收了个阿卡利 把阿卡利给击杀掉了 一换二 但是剩下的人血量 其实不算特别高 阿卡利要不要考虑过来 尤海克斯飞门吧 尤海克斯飞门 我觉得这么大 已经来了 正面昂昂还有大的 但是顶的不是特别好 顶起 收 甲克斯已经没了 安倍萨直接让到后排 但是抓的人一般般 这波 安倍萨还在杀 我的天哪 这个英雄 哦 那打完了之后 确实是没机会了 这个安倍萨直接暴走 安倍萨 他是在第一时间 拉开了自己的身位 让维新的鳄鱼 一直在攻击自己的队友 嗯 那一半了 基本上 属于一个 就配有翻盘点的 差距了 这是一波机会吗 甲辽大招进场 配合安倍萨的一个大招 直接把温宜给击杀掉了 而且甲克斯又去晕倒了 两个人 他都直接被秒 只能下最后的一个卡莎 卡莎先做第一轮收割 去打对面的一个加里奥 再飞进去 要把自己给瘦掉了 克里托斯 大招飞进场 是无力回天 现在 只剩小白 只剩下两个 和陈希 小白和陈希 小白是有大招的 那有防御塔的一个护盾 有水晶的一个护盾 卫博是一波不掉 破了一路 主要旌旗下一个大招 也要赚好了 但是中塔好像守不了 中塔也没了 要尝试一波了 撞两个 但是小白也 尔子妈 尔子妈的一技能还抽了两个 维星还有五秒复活 接大局 小白被秒了 要一波结束了 结束了 恭喜卫博 恭喜卫博 第二局是成功赢了下来 现在比分来到了一个1比1的评手 三个BO3都打满了 对于微博来说 确实 虽然是以新面孔居多 但是他们的整体的竞争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是的 而且这把旌旗的Amsa 效果啥都没用 要补一个 补猫 补猫之后 出出好像有点不太够 我懂了 微博的思路是 我就让猫咪去跟着那几个大哥 看看旌旗和997 就这两个我挑一个跟 他的这个流派我很期待 我进去看看他天赋 如果他是AP狗头的话 那我觉得这把可能都还没那么好看 他如果是一个跌层的狗头 我就很期待了 他是跟老牛一起走下的话 应该是跌层的 这把跌层的 跌层的 他跟老牛一起走下的话 是不太能打AP的 这把跌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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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找机会 这个位是绕过来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近是没有闪的 应该是知道这个时间了 直接开一个急跑 一闪大留住 留到了一个近 但是盖伦来的很慢 只能将闪现过来 直接一打起手 秒掉近 这个好像确实没办 是 周周在下路 也是被对面三个人 进行了一个干客 红色帮小转一点 因为他们拿的一曲 哎不对 是 僵住了 现在没有人先 敢去动这个资源 红色帮已经在动了 在动了 下来看到了一个牛头 打了一套剑魔 剑魔走了 但人马怎么办 只能选择开团了 过来想找一下狗头吗 但人马不能够低血 被秒的 直接进场 你让他们看得很漂亮 人马再一进 快秒了 而且后续 已经是剑魔的一个收割之势了吗 但是没有 维星也很能打 刺手的炮台 哦 抱歉 这是一个制线 制线也是被一滴滴给拿了下来 力丧卓过去强开 但你没有去找到 对面所有人的位置 维星的位置太好了 而且维星来到正面 微博这阵容是 打不死盖伦的 嗯 现在资源在一拿 人马也是要进场 配合力丧卓打了一波伤害 但是谁能来收割呢 合到剑魔开起了一个大招 力丧卓要直接被秒了 剑魔也没有用 好像也站不住啊 只剩一只猫了 没人能救 就是这个问题 Kratos爽叠二死 那好像 感觉没有什么用 猫咪直接扛塔扛死了 猫咪是没有注意到 自己是吃了防御塔伤害的 老牛还想打第二波控制吗 还闪过来 直接 一技能命动起了两个 再过来找一下997 敲晕了之后 看一下盖伦的大招 呃 这波盖伦先被蹬回来 再打一套 维新还在等 他在等 盖伦是有大的 这波有足够的威慑力 是 旁边周周已经从后面绕过来了 一闪过去 过来 先来想找人马 先把人马给做掉 做完了之后 再过去一个顶 顶回来了997 老牛自己扛死了 但是没关系 证明应该配合的队友 还能再杀一个 瑞文刷新了之后再挥一手 三杀到手 一闪大 看到一只猫咪 那就回去睡觉吧 直接带走 打花 微博玩不了 真玩不了 很难很难打 只怕微焉 这个阵容叫 只怕微焉 过来了 大招 从小白可以的 这波能到到小白 小白被倒了 但人马也倒了 只能看剑魔 剑魔在这个位置 AOE打得很足 但没有用 他只是一个剑魔 剑魔的发育并不好 而且进这波 也没有再去做想法 还要继续越打去收 狗东汉能扛 只剩一只猫走掉了 我刚刚那个位置 本来以为 剑魔要天生下凡了 尤其是120 现在是130 是 下路人马带着猫 好像也被两个人 哎呦 但是人马一打二 先杀一个被狗头枯萎到了 直接一棒子给抡死 997赶紧过来接下猫 接完猫之后呢 一看就看到 但是后面有两个人 老牛 全都在旁边 静在侧面 走不掉一点 丢丢自己的花朵 没有用啊 猫也没力道 这吧 你感觉女枪可能说 伤害也不足 但是你至少能打到对面 这个劲是 OB OB 纯纯OB 居都架不了 嗯 这把花梨家居的位置 这把牛头马面都在 哎呦 哎呦 这一下伤害 哇呦 两个一技的踢 敲死了冰玉 我只有一个想法 我们OB系统什么时候上线 能看到狗头层数啊 哈哈哈哈 对吧 再闪一键 直接抬走 这已经进行到了一个大乱斗的阶段了 我甚至带着耳机都能听到 Critus的笑声 刚刚 终于有了一个架巨的空间 但是没有打到人 嗯 长行开一下 但在眼下蹲 到了一个 冰女冰女之间一个大招 在对面有水银啊 想过来开狗头 狗头又交了一个闪现 霸龙来了 但是这波剑魔被扯了 锐门 锐门进场 直接过去打了一波AOE 现在狗头盖伦加牛头 谁能来焊得动这三个城墙啊 没有一个能焊得动 进远处架区 得嘞 呃 没用 主要是也没中 对 上野都倒了 怎么办 没办法 两路要被一起推掉了吗 下一波冰线也来了 下路也要没 可能要被 但这里可能是要一波的节奏 是的 下路的冰线也来了 WBG 看起来的是一只冰女 直接被盖伦拿到个无人客当 顶着水晶的护盾 TT就要结束这第三局了 这把比赛14分 不到14分半 今天主打的都是一个速推局 成功拿下 恭喜TT 恭喜TT 甚至 就我们带着耳机都能听到 TT选手们选到这个阵容 越打欢声笑语越多 确实 他们打起来确实打得很欢乐 因为这局 爽局 这个就是爽 从BP开始 从BP开始 就压制了 而且看到对面这个劲一出发现 我就选几坨肉就行了 然后这几坨肉的效果就完完全全地起到 是 恭喜TT 我给你